卓西湘古风村轮天文件站因为学生放暑假 因此暂停了老幼共学课程 不过却有不少跟着双亲在县外求学的学童 回到了阿公阿嬷家放暑假 也就跟着长者来到文件站 说陪伴也从旁协助阿公阿嬷数学的作答 成为延缓失能课程的小榜首 不少返乡过暑假的学童也跟着阿公阿嬷到站 除了陪伴也成为了阿公阿嬷们的小帮手 领取发送图画纸彩笔等文具 一起共同彩绘 很多人带着祝福来祝福你们 天气是期待还是下雨天 我们都可以把它读加一点 跟老师有发条件 然后教老人到老人一起 老老人就在我们就是在休息 跟阿嬷学期开不开心 开心 阿嬷他们的每次算数会不会觉得很难 不会 不会吼 因为我觉得都好简单 就像幼儿园学的 我第一次当小老师的时候 然后我会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那个性格很简单 妹妹江生小二小三的两位小帮手 对基本且简单的数字算数题目 两位还能应付 因此配合了站上延缓失智的数算课程 现场当起了文件站的小老师 从旁协助详细说明 老幼共学寓教育乐 长者们学习性质也更加高昂 暑假期间 而为了避免孩童无所事事沉溺于手机 网络世界 照顾员配合延缓失能课程 让孩童们充当长者们的小老师 小帮手 彼此相互陪伴学习 成效大大提升 关于这个老幼共学 我们在我们本站 已经实施很多年了 不过我们这一次是用 利用暑假的时间 小孩子也放假 没有人照顾 我们的大人党者 在这里顺便把孩子带来 跟大人党者沟通 一方面把我们这个党者 所知道的告诉小孩子 那小孩子对于老人 而要想了解的地方 他们也可以再评问 长期推动老幼共学的 轮田文件站 因学校放暑假而暂停 不料反倒因为回部落 过暑假的学童为数不少 也跟着阿公阿嬷到站 因此不但重启老幼共学课程 特别的是每位孩童 也成为了站上小老师 陪伴阿公阿嬷们学习 一整个暑假下来 也学会照顾并陪伴长者 记者是玉兰 桌西採访报道